豆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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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花一般會用到鹽老 或者石膏粉來做 但它們有個共通點 就是雪凍了之後 吃起來的口感會比較粗糙 今天我預備了一本材料 無論做出來的豆腐花是熱食 還是凍食 口感都一樣可以滑滑滑的 以後 推薦 這碗是我首先 浸了6小時的黃豆 未浸之前就是這樣 浸的時間很 좋다 夏天浸時會短時間 但時 CAP 會发酵 或者變酸 所以要注意 如果 如果是在夏天浸黄豆 如果想浸得久一点 即是没有时间处理的时候 最好放入冰箱 冬天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 首先把浸好的黄豆加在搅拌机上 如果量多或者杯小的话 分开两次打 今天用的黄豆的量 干的豆大概是150克 水大概用它的10倍是1500克 大概剩下三分之一 大概打30秒左右 好了 黄豆打好了 我这里就预备了一个豆浆的专用袋 专用来隔豆渣 一般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 要注意的是买这种袋 要留意它的木素 木素即是它的粗油 100克至120克 是最适合用来隔豆浆的渣 好了 接着就倒出来 好了 接着就把里面的汁压出来 记得握住袋口 好了 接着呢 刚才剩下的一些清水 就将这个豆渣袋放回去 因为里面很多的豆浆都没炸出来 尤其是这种布的密度比较高 它可能很容易被一些豆渣封住了 需要利用这个水去帮它冲散 冲散了之后呢 豆渣就会容易释放出来 好 再次把它拿起来 好了 再次把它拿起来 好了 豆渣就剩下来 其实也可以用来做面包 我试过用这个豆渣来做的面包 是特别软熟的 因为黄豆里面有个叫卵卵脂 它能够令到面包有个软化的一个效果 所以可以留下来试试做面包的 好了 接着将两碗装在一起 在煮之前呢 我会建议再隔多一次 做出来的豆腐花会比较滑的 好了 一次过 把它倒下来 用回刚才的网袋 好了 过滤了之后 就可以拿去煮的了 注意了 豆浆很容易会滚舌的 如果有温度计的话 最好就插下去 可以方便看到温度 一般去到8-90度的时候 它开始有些滚的现象 就要注意 把火调低一点 如果不是一下间 豆浆就会滚出来 好了 刚才说到 我带了一种材料上来做这个豆腐花 就是这个葡萄糖酸内脂 它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它是在葡萄糖里面 提煉出来的一个结晶 基本上它的色就像现在看得到的 其实是一个结晶体 但是它没有味道 加了水下去 它会呈现一个弱酸性 所以如果做这个豆腐花的时候 如果下得太多 它会凝固得比较挺身 但有个不好处 它会带点酸 所以就要下得适当 再淺白一点说 平时我们在车厚市场 买得到的盒装豆腐 都是用这种材料作为一个凝固剂 好了 已经去到8-90度了 我将温度调低一点 避免它一下间滚上来 就够不及了 另外也可以搅拌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煮豆浆 会发现很多泡出现 这个就是黄豆里面的一个酥 酥就是肥酥的酥 它出现了这些泡 会有一个误度的时候 以为它滚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疏忽 不知道要煮的豆浆 如果未熟的豆浆 很容易喝到会吐射 要注意了 所以我就会建议 豆浆煮的过程里面 差不多滚之后 再煮3-5分钟就最安全了 豆浆煮的过程 我就预备了内脂 加上冻滚水 将它融化了 这边我大概用了2.5克的内脂 大概2.5-3克都比较安全 超过3克 它做出来的豆腐花会比较挺身 而且好像我刚才说 它会淡点酸味 如果想吃滑一点 2.5或者2都可以 尤其是冰冷了之后 它会更加好吃 好了 融化了 豆浆煮好了 我也煮了5分钟 沸起了之后就关火了 我再重新铺上网络的目的 是让豆浆再过滤一次 让豆浆出来的效果更加细滑 隔渣之后 让豆浆的温度 降到85-90度 做出来的豆腐花是最好的 现在的温度差不多了 好 接着呢 就是将这个 内脂的水 再搅拌均匀 确保它完全溶化 倒了下去先 好 来到这里 就 紧要关头了 豆浆要一气磕成的倒下去 好 倒完之后 盖上盖的盖 放它10分钟左右 在过程中最好就不要移动它 在豆花等凝固的时候 就可以准备这个糖浆了 我这里就是一个圆蔗糖 大概是两份糖 一份水 如果喜欢姜的话 也可以加两片姜 煮熔的糖就可以了 好了 糖水就煮好了 好了 豆腐花就凝固了 好了 先先就要将那些泡 撇走它 接着就可以拔出来的了 吃的时候可以加一些糖浆下去 如果喜欢的话 甚至可以加一些黄糖粉 进去吃也可以 这个豆腐花就可以吃了 至于剩下的豆腐花 如果未吃的话 就不建议 就拔了一碗碗 最好就圆兜放回冰箱 可以保持到两天 冰凉了之后 这个豆腐花会停一些 但一样滑 不停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